面對記者深深逼問 接連擊落氣球是否小題大作 拜登總統有點招架不住 這回他親上火線就是為了澄清 上週末擊落的三個物體 可能真的只是科研或是娛樂用途 不過對於那顆貨真駕駛的中國間諜氣球 拜登說他將跟習近平通話要親自討交代 還說美方絕對不會為擊落氣球道歉 不過外傳國務卿布林肯 本週有機會在慕尼黑的安全會議上 跟大陸外交最高代表王毅碰上一面 能為衝突降溫嗎 雙方尚未證實安排碰面 倒是對立的參院兩黨難得展現團結 無異議通過兩項決議 譴責大陸進行間諜活動侵犯主權 而現在區域緊張局勢深微 美軍備戰也上進發條 美日雙方陸戰隊的鐵拳聯合軍演 今年更首度疑似日本舉行 2月16日展開奪島作戰訓練 此時此刻劍指和人不言可遇 TVB選中報道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 請示範 請示範 那麼由於